我们的需求是一先把档案先建立 第二的话呢 我是希望把它汇到那个我们的程式里面 一样把它开起来 但是开起来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开完之后把它读取 但是呢我希望读取的结果 可能我不需要那么多资料 可能它里面有50个会员 那我只希望它里面的前10个会员 加上因为它五个栏位 它五个栏位里面我只要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就好 这地方要怎么处理 这里的话首先第一步请各位先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页这边有一个 这个资料 从栏位名称一直选 选到底下50个会员这里 然后把它Ctrl C 接下来的话呢请你 在那个我们一样刚刚的这个根目底下 按右键新增一个文字档案 那名称的话叫Member好了 M1 Mb Member.tst 然后打开它 把刚刚的字要贴上就可以了 OK 贴上之后存档 OK存档 这样子就完成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主要是模拟我们有个档案就是会员资料里面50个会员 那50个会员里面的话就有几个栏位呢总共有 有五个栏位分别是编号姓名生日血型跟手机 那如果说今天第一个我希望把它读到 我的python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我希望 把资料做处理 我不要那么多我只要10个会员 然后另外我只要取两个栏位因为这边五个栏位我只要两个栏位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 OK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建立档案 那第二个的话呢把档案贴上吧 不过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个地方哦 以后你们的那个资料哦 读取的时候假如发生错误 那有可能是他编码方式是UTL8 所以你可以再看一下 我确定一下 档案里面你用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时候请各位注意看一下哦 他这边编码有没有 他就变UTL8了 那为什么是UTL8 因为刚刚我们资料是从那个Google上面复制贴过来 如果是Google啦 其实不是微软的微软本身 他预设是ANSI 那他预设ANSI的话呢 就不用特别转嘛 但是如果你是外部啊比如说像从那个Google 从那个什么Mac 苹果电脑或者从Linux 其他非微软的 就Windows或别的 那就有可能是UTL8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有可能变成乱码 这里头也蛮多是 处理之后变乱码 那怎么处理啦 要不就是有个方法 你把编码方式直接改成ANSI 再存档 这方法一 如果说假如啦 我们先不改好了 我们主要是练习 就是说如果 模拟那个情况 如果 发生档案无法开启的状况 那该怎么解决 OK 如果是UTL8 因为这状况其实还蛮常出现的 那我们呢 知道有这个状况之后 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档案 把它 读取到Python里面 所以开个新的文件 然后呢 我把它怎么样 读取进来 读的话很简单 F 等于OPEN 所以其实这个语法都还蛮有记的 然后给它入境 入境的话就是MEMBER 点TST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是放在 不是一样的入境 你就自己再加一下 绝对入境 然后后面加一个R 这样就开嘛 那接下来的话 一样嘛 你就这样 PRINT 怎么样 F 的READ 有没有这个READ 这样子就OK了 那你会发现哦 两行嘛跟刚刚一样嘛 还蛮好读的哦 只是你执行的话会发生问题 什么问题呢 诶奇怪 执行完之后他怎么跟我讲 这个地方 UNICOD DECODL 诶 他说哦 这个UNICOD的编码方式哦 我没有办法帮你 做 读取 对应编码的这个动作 都错误了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叙述了 说我们的 NSI 有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电脑用的是 NSI 可是你里面提供给我的却是 UTL8 我刚刚会讲这个当然就是理论 UNICOD 有好几个版本 UNICOD 就内码部分 那 微软有微软自己的UNICOD 那 Google有Google 就是另外一个阵营的 这个编码方式 所以两边是不媚 不媚 他没办法帮你 把资料读过来 做正确的显示 所以会发生出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这UNICOD 不是那个 内建 预设的那个模式 我的那个模式 是UTL8 所以 变成 你只要再加一个 参数 加在那个 R后面 那就加一个什么 我的那个编码方式 我跟你讲一下 所以呢你这边加个 EN encoding 有没有 这边的话就有个参数叫encoding 等于后面的话 请你加一个UTL8 的 字串 所以你打一个 UTF1-8 加这个参数就OK的 因为我们刚刚 另存新档的时候有看到 编码方式UTL8 那 如果你是UTL8的话 那记得 你就要在这个参数 加一下 不然的话 当然如果你原来是ANSI就不用 OK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你不需要加 那你就是 把它另存成ANSI就可以 因为我刚刚没改 我就加一个 encoding 我跟他讲 我的unicode 是UTL8的unicode OK 所以你开的时候 记得用unicode的方式 去对应就OK了 他应该看懂了 看懂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 把它直接读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读进来之后呢 就会变成正常 所以这个应该也蛮常出现 也就是说以后 你只要看到这个叙数 什么unicode decode air 那你就可以 大概八九不离十啦 那为什么你想说 那为什么大家编码 不就都一样就好了吗 那其实主要原因都微软 因为呢 只有微软跟非微软 非微软这些都是UTL8 但微软的unicode就是 我不要用UTL8 你想说为什么 微软你为什么这么不合群呢 他可能想说 我这么大你这么小 你们全部加起来还没有我的 市占率高 Windows市占率 超过八成 对不对 那你们其他阵营加起来的 还没有我的多吗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商业 考量啦 OK 不过当然这个 有一定的 这个其实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大概知道说有这个状况发生 我们将来就知道该怎么解决 所以呢 大部分原因啦 都会出现就是微软跟非微软 所以以后呢 你用的是微软的东西 然后你汇入的资料是非微软 那一定会乱码 所以怎么办 就是改一下就好 要不你就 全部都改UTL8 要不的话全部都改 ANSR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大概是这样 好 所以 第一个 加上什么呢 这个 这一行叙述 蛮重要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遇到 不过读进来之后啦 你会发现 这个所谓read是什么 他是全部读进来 他不管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 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必须 要把它 分别 分开来 为什么要分开来 因为我有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 我只要前十个会员 那前十个会员 我怎么可以去断 到第十个 如果你用read 他有点像是全部读进来 那所以这个时候 特别是有 我们就不能用read 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readlize 特别是有 这边的话 请你改成另外一个方法 叫 电 read 一样有read 但read有 分成read 跟readlize 那readlize的话呢 他只会读第一行 那readlize的话呢 就会指的是什么 读全部的资料 但是特别是要全部的行 他是一行一行读取 所以呢他的逻辑上 他一行一行读取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特别是要如果你用readlize 所得到的资料 他会是一个串列 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串列 长了什么样子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瓜胡 然后呢里面的话就放什么 中瓜胡开头在这里 然后他就是第一笔资料 有没有 然后第一笔资料就是 一个字串 然后呢中间加豆点 然后呢尾巴一定会有个换行 第2个资料就第一 编号1的 然后一样中间加豆点 然后尾巴加换行 没有 所以如果他你要只读 读取到第10个会员的话 那readlize其实就可以了 你就是 把它读取的时候 你就只读到for i 是什么in range的时候 那你就编号0就是他的什么 栏位名称嘛 那如果 假如说呢 你读到第10个会员的话 那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读到哪一个 0 读到10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用readlize之后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程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readlize的结果 我先放在一个变数名称叫list1 等于什么呢 把那个readlize这个全部先放在里面 那我要的资料 我print的资料呢 那我就是 爬个灰圈 for 跟他一样 for i in range 这个时候又来了 如果你要读几个 你要读全部的话 那就是0 0.len全部嘛 那我不是喔 我们要到第几个 编号应该到第10 所以我给11 0 到10 OK 那11就停掉了 再来的话呢 把它里面的那个 什么资料呢 一个一个读 读出来 所以 读到第10个就好了 所以list1 里面喔 帮我读取 你就放在i就可以了 他就会怎么 先读 第1个 第1个就是这个 他的 栏位名称 那再来读第2个 就是他的1号 再来读第3个 一直读到第10号 OK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因为他尾巴会 多一个换行 所以喔如果你执行的话 应该会多一个换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每第11 喔 这个应该加print 我忘了加print 好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资料都出来了 有没有 栏位名称 但是因为他多了一个 换 换斜线N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前面讲过了 把那个尾巴的换行 print本身有换行 他又带一个换行 所以你可以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 之前讲过 END 等于没有 就是print那个换行不要 我本来就自己有换行了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输出什么 前10个会员 好第1个完成了 诶 第2个问题 我只要 姓名跟手机 但这边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 我只要两个栏位 姓名跟手机就好 可是要怎么拆开来 所以特别注意 第2个步骤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我不需什么 把这里面的资料 切开来 还记得吧 切开对不对 那切开来之后的话 取他编号 应该是 这个是0 编号是0 然后这个是1 1跟4 的资料就好了 其他不要 可是要怎么切 还记得吧 切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那个什么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在 货回圈下面 增加一个 什么呢 把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 把它先放在这里 切割的话 记得吧 点什么 点Squit Squit 这边有 然后里面是用什么 把它用 够点把它切开来 那切开来之后呢 里面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所以前面 我再多增加一个 变数叫例子2 去接它 所以例子2 它基本上呢 就会得到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切开来 所以例子2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放这些 总共五个资料 那例子2里面的 这个第0个的话 那就是编号 可是我要的是姓名 所以1 所以例子2里面的1 跟4我要 其他不要 所以1跟4我要 其他不要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 再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print的时候 有没有 我就直接 把它 list2里面的 姓名 所以姓名是应该哪一个 姓名 所以姓名是 它的位置是在01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 逗点 不是逗点 串接一个逗点 假设我要的是 加上逗点 姓名的部分 加上 那个手机在第四个 有没有 这边有 0 0 1 2 3 4 所以呢我就把list2里面的第四个 串在这个后面 那这边把它改成4就可以 好 那基本上 这样子应该就 完成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后回圈这个是取 前10个会员 OK 然后呢 我们 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把它切割之后丢给list2 但是最后其实还是有换行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 0.end 等于 空的 OK 那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我们试试看好了 知心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它就会是 两个栏位喔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最后得到也是 10个 10个会员 里面的姓名跟手机 所以底下就列姓名跟手机 那其他资料呢 就不显示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今天 这个最后大概 把 这个 第1个啦 把那个 50个会员资料先读进来 第2个的话呢 只取前10个 第3个呢 只取 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 我们要切割 放在第12里面 然后取 姓名就是在编号1 手机在编号4 4 OK 那底下因为 好像在那个 List 2的第4个 这个尾巴还是有换行 所以我们一样把那个 Print本身的换行拿掉 那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 我们要的 就是只有 两个栏位的这个需求 试试看